来来来 兄弟们 敬你们一杯 我还是低估了山东人的份量 真的是 什么都是用盆装的 今天来到了林仪平义柏林大鸡 吃一个老式羊汤鸡蛋汤 这位人不是太多了 刚过了饭点 我看一下你们那个墙上写的是什么羊汤鸡蛋汤 是吧 比利 老式帝锅鸡蛋汤 老式帝锅鸡蛋汤 老式羊汤 那这个是啥呀 这都是 那是鱼 我知道这是炒菜 炒菜 这是炒菜 这是碟子 碟子 这是肉质 哦 这是炒菜 我都不全会 老式鸡蛋汤 老式羊汤 老式羊汤 那我想要一个老式羊汤鸡蛋汤可以吗 行 多少钱一碗 你喝老式鸡蛋汤10块 10块 还加羊肉是吗 加羊肉也行 行 这加的是啥肉啊 不肉 咱是不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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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猪肉丸子 丸子 看啥羊汤 咱是腿骨汤 什么 肥骨 肥骨肉汤 哦 肉汤 肥骨肉汤 哎 哦 里面一个鸡蛋 一个鸡蛋 肉丸子 哦 直接这样 哎 哇 这带花一大 在这开了有年头了吧 四十二年 四十二年 鸡弄青呢 我从二十岁开始干 现在六十二 所以记得比较清楚 这是什么 醋 醋 嗯 可以 这就好了 嗯 这就好了 你看 快呀 哦 这不见了吗 醋 大哥这凉拌菜怎么卖呀 九块钱一斤 我配那个丸子汤吃 我一个人半斤就够了吧 那帮我来五块钱的吧 看一下有什么菜啊 还挺多 这个白的是啥呀 这个是粉皮 粉皮啊 都来点吧 也不知道吃啥 好干吧呀 这是啥也不知道 全都是条条 我的妈呀 这些有五块钱的吗 看一下 有吗 差不多啊 那行 那就这些吧 多了我也吃不管 要要要 啥都要 香油 好 这些装袋里的吗 我看一下 哦 爸 我是这样的吗 要的全都是条条状的 哈哈 好 大家好 我是潘 今天来到了山东临仪的平义县 柏林大集 这个集我也是第一次来的 还是挺大的 但是集上吃的东西好像不是太多 然后专门我今天是奔着这个 叫什么叫什么叫什么 老式鸡蛋丸子汤 没听说过吧 它是老式鸡蛋丸子汤 我每次念的时候就嘴巴容易瓢 它里面有鸡蛋有丸子 然后大爷还给加了点肉 就是东西是挺丰富的 刚刚我也偷偷喝了一口 就是挺酸的 但是有一个毛病就是有点贵 这一碗是10块钱 对于大集上的食物来说 10块钱是不便宜了 前几天刚吃了一个10块钱 素菜一碗汤加一酒的 今天10块钱一碗的丸子鸡蛋汤 它来了 来 先尝一口汤 反正香菜什么各种东西都挺全的 唯一的就是 大爷醋是真舍得给 直接半勺怼下去了 我觉得山东菜除了喜欢加花生油之外 就是爱加盐巴还有醋 就味道很重很重的那个 刚才来的时候我还以为 一碗碗汤喝不饱 我还在隔壁买了一份凉拌菜 但这么一大碗 我还是低估了山东人的分量 真的是 什么都是用盆装的 分量太大了 再让你们看一下 我买的凉拌菜哈 而且我里面要的 全部都是这种条条状的 同有状 因为弄这个大吉很有意思 这个柏林大吉上卖吃的很少 妈呀 这三轮车的声音 好劲爆啊 有点像跑车的感觉 这个柏林大吉就很奇怪啊 卖吃的不多 但是凉拌菜这一整圈 有五六家 全部都是卖凉拌菜的 你随便找了一家 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先尝一下 浓油吃饺的啊 我觉得挺新的 就适合吃这种凉拌菜 这吃到嘴里两个人 瘦瘦的感觉 再搞点小酒 这凉拌菜 有点辣嘴皮子 来来来 兄弟爸 敬你们一杯啊 再配上这个 哇塞 浓油吃这样的凉拌菜 妈呀 这也太长了 一碗丸鸡汤 凉拌菜 配点小酒 又是完美的一顿饭